而糖尿病可以说是目前的文明病 许多的患者不愿仰赖药物 想要靠调整饮食以及生活的方式来控制血糖 霍联刺激医院新陈代谢剂 那分泌科医师谢明珍就建议病患 使用CGM连续监测血糖 以手机扫描就可以及时得到当下的血糖 而这个便利的监测血糖方式 也让患者随时随地就能够了解吃进去的食物 对血糖的影响来帮助患者轻松控制血糖 现居使用方式是在手臂上 粘贴一个约50元硬币大小的装置 以手机扫描即可知道当下的血糖值 仪器每隔一分钟就会记录血糖值 手机软体可以自动绘制连续血糖的变化 还可以与家人医疗团队进行连线 我一开始真的有到400多 300多400多 然后之后压这个 这个是后面还是一直在找食物 但是后来慢慢有控制 好像就有到绿色正常值的部分 谢明镇医师表示 医师能够根据CGM的数据 了解病人的血糖控制情况 能够更精准的为病人制定治疗计划 并给予更具体的胃教指导 然后就不用说天天在那边验血糖 然后这样直接连线到我们手机上面 然后我们就这样就可以一直测 从我们的饮食当中可以了解到说 我们这个血糖会不会太高 然后我们就会去挑选我们所要 自己适合自己的食物 CGM可以轻松地帮助患者改善血糖控制的情况 以达到更有效的治疗效果 而CGM的常见分析包括 检查血糖值的趋势 TIR血糖目标范围内的时间比率 检查血糖变异性 以及评估治疗的效果等 记者凌杰 华林市采访报道